在买废弃物的阴影车要去偷到当场被抓包 但司机还谎称自己只是要去分类 警方爬上车用手电筒一照 看到满满的废弃物 有瓶子有袋子还有废铁等等 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 全部都堆放在车斗里 满车斗的废弃物 骗不过警方跟警察员 嘉义县环保局跟警方联手抓违法 就因为嘉义县大连镇到布袋镇的沿海地区 常有不孝业者偷盗废弃物 当地居民多次检举 警方和环保局警察人员 七号就在暗夜到沿路的台八十二线东石路 断埋伏果然就抓到了 这次被抓到要偷到了量重达三十公噸的事业废弃物 黄信司机除了车辆被当场查扣 自己也将面临最高五年以下的徒刑 在线环保局也表示 一百一十一年一月至今 已经查获二十三件非法器制 由于当地不少农艇和余温 担心因此受到污染 黄保局将协同警方加强查契 为保护环境来把关 华市新闻参谋局秋显雄嘉义报道